市長 跟大家約在花蓮見面 像今天一樣 富裕無足 不見不散 好不好 好 剛結束六一凱道大會時 韓本現在都在期待 6月8日的花蓮早市大會 若是花蓮柳期重劃區 往年不管是跨年晚會早市場合 大大小小的活動都會在這裡舉辦 鄰近東大門夜市六級重劃區 大約20個籃球大小 主場地馬路夜市加起來 預估當天可以容納10萬韓粉 吃飯烤肉 塑造大魷魚 煮筒飯 過去寒流讓東大門夜市生意大大提升 現在業者更是蓄勢待發 一包包Q彈可口的華蓮特產麻糬 塞滿整個架上 業者忙著撲貨 就是為了等待6月8日大發韓粉財 基本上因為這是這幾年來 我們政治人物韓市長 第一次來到花蓮這邊 那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 這麼多來自全省的韓粉們 能夠到商圈裡面來走一走看看花蓮 那我們當然也會做應對的產品 這個增設成列 花蓮6月1日動員 此四台遊覽車北上開到挺韓 現在寒流即將席捲花蓮 讓在地民宿業者摩拳擦掌 直呼真的等很久了 以目前來講我們平均住房 已經達到8成2了 那我們也希望說 經過這一次的 韓國瑜的一個造勢活動 也會增加我們的住房率 不僅花蓮韓粉即將見到 韓國瑜本尊 當地商家民宿業者更是期待 韓流可以再一次席捲花蓮 帶動當地商機 記者劉己消楊紫玉花蓮報導 這次的報道 中文字幕——YK